孩子基本会延续他们的道路,因为有一种养成叫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天赋异柄拥有不俗的艺术才华的当红小花是不是全都来自家庭的心头呢? 关小彤的父亲是位演员,符合我们对家庭传承的想象,其余女星的父亲都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四岁半开始跟着父亲拍戏,关小彤的成长,符合我们对家庭薰陶的想象,虽然文化客异常优秀的她还是有很多选择的道路,但最后她还是选择表演这条路。 从小到大被父亲宠得像公主的迪丽热巴对人对视会特别温柔和有爱,这个把她当公主看待的父亲还有着艺术细胞,身份是宁歌手的她对热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演细比较木论,没有波兰也没有起伏的刘诗诗,除了天赋不够,还有就是没有来自家庭的薰陶,她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在人生的拐角,她蜕变成为一名商人。 从小在爱的包围下成长,导致唐嫣一直都特别的爱笑,母亲是一名白领,父亲是一名行政职员,从小家庭小康的唐嫣,得到无微不至的关爱。 杨幂跟关小彤一样,童年就开始拍戏,但跟关小彤又不同,她不是受家庭薰陶,她是纯粹的对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她的父亲不是演员,是一名值得尊敬的人民警察。 范冰冰早年也出过专辑,这份音乐才华是得到父亲的真传,她爸爸在民间是一名歌唱家。 靠自己努力摸爬滚打,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赵丽颖,大概是原生家庭跟表演最没有关系的一位,她的爸爸是一名弟弟道道的农民。 贝比虽然演技是多方诟病的点,但她的努力和综艺方面的优秀,还是值得点赞的,这个表演方面极美天赋的女孩,可能跟原生家庭有关,父母是跟表演压根不搭边的职业,他们是商场里普普通通的职员。 让养子对很多事情感知言不惠的主要原因就是从小得到爱的包围,童年开始演戏的他身边,时刻陪伴着爸爸妈妈,给女儿提供无微不至照顾的爸爸真实身份。 是一名商人,正爽的父亲是一名商人,是一名很成功的商人,成功的让自己的生意跟女儿的名气相结合,为自己赚了个盆满提满。 刘亦菲母亲是貌美如花,父亲更是值得点赞,她父亲出生于医学世家,写的一首好文章,但她的才华远远。